大大 我要跟他在战场上一决高下 如果我不击败他 却接受了他的投降 这种胜利让我觉得恶心 上将军的 我们是要夺天下 不是报私仇 相宇的赵立言论彻底震惊了范增的三观 明明能不战而胜 却偏要选择正面PK 眼下的张寒已经走到绝路 如同当初聚路战场上的相宇 甚至决绝之心还要更强 跟这种不怕死的人拼命 到底能有几成胜酸 再说这个亡命之徒手中 还有这二十万大军 就是按着你梦想的那样得了一次胜利 可是你要失去多少人的性命 你希望谁死 是我 钟立美 吉卜 龙军 即便向将军活着也不会支持你的 听到他抬出了死去的老叔 相宇总算选择了妥协 但看到曾经最尊敬的对手 低下高傲的头颅 双膝跪倒在眼前时 相宇内心汹涌的仇恨 竟然毫无征兆的消散了 一生自拗 且永远用鼻孔看人的霸王 此刻压根不把张寒 当作响将对待 一口一个自己人 给予了对方足够的尊重 张寒当即大受感动 回想起 蜻蜓内部的勾心斗角 相宇简直纯粹太多了 相宇将军与我 本是昔日的仇敌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竟然肯以如此平和的心态 来对待我这个响将 张寒此刻的心情 根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此刻 真想通通快快的大哭一场 他当场给出表态 之后愿听对方一切拆遣 不料项羽却淋漓拒绝 声称张寒永远不是他的部将 而是更高级别的王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雍王 张寒成皇成功 王不敢受 张寒有自己的小心思 但却被项羽一眼看穿 将指挥二十万秦军的权力 交给了并不擅长军事的司马心 而晋升为雍王的张寒 则被留在项羽的大张 有名无权 当消息传回咸阳后 满朝百官彻底慌了 大兴帝国最后的希望没了 建国六百余年 终究逃不过覆灭 你说的这一切 并不是在我手中 秦国才变成这样的吧 可是您应该想个办法 如今胡亥已经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 赵高愁的淋淋叹气 但他唯独明白一点 咸阳肯定是守不住了 冬有项羽邻军虎视 南有刘邦部队进击 紫英还没正式即位 胡亥也已经嗝屁 这仗再打下去 判军迈对自己 只会恨得更加牙痒痒 相比有个屠杀俘虏 嫉妒的项羽 赵高更倾向于投降刘邦 于是他直接派人 暗中逮捕了 进程打探消息的卢丸 一见面就拆穿了 对方的身份 天下人都说我赵高 是个凶残不人 没有人性的怪物 其实我最讨厌的 就是打打杀杀 赵高好酒好肉的招待 这可把卢丸给整不灰了 要杀又杀 要放就放 整这些有的没的干烧 老大要跟你说一句话 你今天可以取我的命 但是不过两个月 你们勤过是父辈受敌 必亡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可以 好好地谈一谈 你觉得 我跟你有必要谈吗 我不是跟你谈 我是要和佩公 做个买卖 罗安听后彻底恍然大悟 搞了半天 这浓眉大眼的孙子 是想着得个高价 好叛兵 几天后 刘邦带着大军 打到五官城下 结果却发现城头空无一人 连秦国的旗帜都凭空消失了 正当一帮人原地帮圈时 城门被突然打开 卢晚急匆匆的赶到 汇报了咸阳城的一边 赵高愿意主攻结盟 赵高杀了皇帝胡亥 推子营为王 并且命令守城的官兵 立即撤回咸阳 这时候他要跟我结盟 做梦 他已经失去了和我们讨价还价的资格 观众就在眼前 咸阳一路直通 刘邦已经看到王位在向自己招手了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 咄咄转发 曾经最尊敬的对手 低下高傲的头颅 双膝跪倒在眼前时 项羽内心汹涌的仇恨 竟然毫无征兆的消散了 一生自拗 且永远用鼻孔看人的霸王 此刻压根不把张涵当作响将对待 一口一个自己人 给予了对方足够的尊重 张涵当即大受感动 回想起 秦廷内部的勾心斗角 项羽简直纯粹太多了 项羽将军与我 本是昔日的仇敌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竟然肯以如此平和的心态 来对待我这个响将 张涵此刻的心情 根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此刻真想 统统快快的大哭一场 他当场给出表态 之后愿听对方一切拆遣 不料项羽却连连拒绝 声称张涵永远不是他的部将 而是更高级别的王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雍王 张涵诚慌诚恐 王不敢受 张涵有自己的小心思 但却被项羽一眼看穿 将指挥二十万秦军的权力 交给了并不擅长军事的司马心 而晋升为雍王的张涵 则被留在项羽的大张 有名无权 当消息传回咸阳后 满朝百官彻底慌了 大新帝国最后的希望没了 建国六百余年 终究逃不过覆灭 你说的这一切 并不是在我手中 秦国才变成这样的吧 可是您应该想个办法 如今胡亥已经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 赵高愁得淋淋叹气 但他唯独明白一点 咸阳肯定是守不住了 东友项羽邻军虎视 男友刘邦部队进击 紫英还没正式即位 胡亥也已经鸽批 这仗再打下去 叛军迈对自己 只会恨得更加牙痒痒 相比有个屠杀俘虏 嫉妒的项羽 赵高更倾向于投降刘邦 于是的直接派人 暗中逮捕了 进城打探消息的卢丸 一见面就拆出了对方的身份 天下人都说 我赵高是个凶残不人 没有人性的怪物 其实我最讨厌的 就是打打杀杀 赵高好酒好肉的招待 这可把卢丸给整不回了 要杀又杀 要放就放 整这些有的没的干扫 罗安听后彻底恍然大悟 搞了半天 这浓眉大眼的孙子 是想着得个高价好叛兵 几天后刘邦带着大军 打到五官城下 结果却发现 城头空无一人 连秦国的旗帜都凭空消失了 正当一帮人原地帮圈时 城门被突然打开 卢丸急松松的赶到 汇报了咸阳城的一边 赵高愿意主攻结盟 赵高杀了皇帝胡亥 推子营为王 并且命令守城的官兵 立即撤回咸阳 这时候他跟我结盟了 做梦 他已经失去了 和我们讨价还价的资格 观众就在眼前 咸阳一路直通 刘邦已经看到王位 在向自己招手了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记得一键三连 多多转发